空旷山谷 聆听最动听的原声音叫 恩怨情仇 了解长笔原的家族故事 这个家庭成员熟悉 就被外面来的一个熟悉 被反而为止取代 和谐相处 保护者将若与长笔原追见的往事 他的面临的最大压力 就是资源压力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青山绿水间 变方万重山 原声提不住 正早播出 中国是世界上 长笔原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有三数六种 但是最近十年以来的 长笔原种群分布调查结果显示 有两种很可能已经野外灭绝 现在长笔原科所有物种 都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每年10月24日 被定为国际长笔原日 以增强人们对长笔原的保护意识 对我们来说 最熟悉的就是黑关长笔原 2018年 我们设置组分别在广西邦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云南吴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海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 分别派设到了东黑关长笔原 西黑关长笔原 及海南长笔原 因为它们大都生活在人气寒吃的地方 我们三个设置组都经过艰辛寻找 才终于得见真容 翻过了几道澳 又翻过了几道梁 当地人管峡谷叫做澳 管山脊叫做梁 我们终于马上就要接近长笔原的活动区域了 对对 我们现在离活动区域有多远 活动区域现在应该就在20米不到的地方 它长笔原现在就在密室了 20米 我们的山脚老师都不禁发出惊叹了 我相信这一声惊叹声 是对我们一路跋涉过来的一种 怎么说 终于要见到长笔原的一种期待 对 一种激动 前方不远处就是第四群 西黑关长笔原活动的牛舌头弯 我们仍然不确定能否见到他们 然而刚往山梁省走了没多久 头顶上的树林中就传来了长笔原的鸣叫声 让我们又惊又喜 长笔原的这个叫声越来越近了 因此呢 牛老师也拿出了他的这个录音的设备 对对 我接下来要怎么帮助您 你只需要把它指向长笔原鸣叫的方向就行了 好 虽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但是听到长笔原如此靠近 师志组备受鼓舞 在山梁上跑起来追逐鸣叫声 跟手…… 跟手how auch有没有进 我们虽然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排挂长笔 我们还没有看到 西黑灌肠碧园的声音 但是我们能感觉到 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 长碧园后部有特殊的音囊 使其声音洪凉 可传到两千米以外 之前在我们头顶上方 犹如警报声的鸣角 好似是在告诉同伴 有陌生人靠近 听声音 他们似乎又跑远了 来与我们保持距离 但我们的镜头 还是捕捉到了一些 他们的身影 我听到了叫声有三种 一种是像这样的长鸣声 还有有点电子乐的声音 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 对对对 这都是 它有多种名叫类型 比如它咕咕咕那个声音 是有可能就是 与大家人接近了 或者其他陌生的动物 接近之后 它会发出这种 类似就是应急 就是它示警 或者表示它的一些 它发现有陌生动物 接近它 它就咕咕咕 发出这种声音了 那长鸣呢 长鸣是它的 承接鸣角 它主要有个功能 就是具有领域防卫功能 它就是保 它这样叫 就说明 告诉它的邻居 今天我们一家 都在这它的家里 其他长鸣 就不会过来了 它是一个家庭 一个原家庭 对 长鸣原家庭 它是占据一定的家育 一般像我们这边的话 是150公斤到200多公斤 它家育大 反正就像15班区风散 比较风散的话 它就家育也就大了 不像有些地区 它现在是咱们的 雌性产生园员 在阿虫上 那种机动名叫 它就是一种 频率调节很快的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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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个了 然后你看它 雌性叫完之后 咱们这个雄性 它会有一个 更高亢的回应的名叫 就是之前我们做过研究 它有一个 就是扣的音节 就是结尾音节 它是咱们场面园 最能代表 它身份信息的一个音节 就是那样 最能代表身份信息 那这一声名叫 应该是它的 最高的领导者 一般是它的 就是成年家长 雄性家长 但是就是 青少年也是会名叫的 但是它 现在正常的 成绩二重唱的时候 它是不会 就是不会是这样名叫 它是 只有它的雄性家长 会用雌性一级 就是合唱 二重唱合唱 名叫是长笔原 最突出的行为之一 西黑观长笔原的 雄性名叫声 由起始音节 简单的重复音节 和调节音节 三种类型的声音组成 而雌性通常只会发出 一种固定 而刻板的激动名叫 因而 它们的雄性名叫声 更具有个体特异性 虽然能清晰地听到声音 但它们远远地 只现身了一会儿 就不见踪影 刘小伟的助手告诉我们 长笔原可能发现了 陌生生物 已经跑到对面山上 而山坡下的小窝堂 就是对面山梁的观色台 通过这个小窝堂望台 我们又拍摄到 西黑观长笔原 嬉戏玩闹的身影 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的 这两只幼年的长笔原 虽然是体型比较小 但是我看它们的 这个跳跃能力非常的强 对对 像我们这个长笔原 对灵贯的移动方式 我们就有个 它就是双臂交替这么北档 就是这样 对对 然后它北档 就是一次最远能够跳到 达到十米 十米从这棵树 跳到那棵树 它下坡的能达十米 所以民间有个说法 就是把它们叫风猴 就是像风一样 快的那种猴子 西黑观长笔原 几乎所有活动 都使用前肢在林间幽挡 或在树枝上攀登 它们的长笔攀缆自如 距离远且速度快 被当地人称为 风羊的猴子 长笔原的话 它雄性是黑色的 然后就是成年雄性是黑色 黑色的个气 它是这样玩耍 刚刚出生的小长笔原 它毛色是更浅的 就是一般是黄色的 就跟它妈妈颜色很接近 因为咱们这个西黑观长笔原 这一片子 它是一个长笔原家庭里面 有一个长笔原爸爸 然后两个长笔原妈妈 就是雌性它都是黄色的 穷姓家长它是黑色的 但是刚生下的小长笔原 它是黄色也是偏白 刚生时间更 最早的它是浅黄白色 然后慢慢变黄色 跟它妈妈颜色很接近 一岁的时候 它颜色又会转到黑色 西黑观长笔原 雌雄异色 通常为一夫一妻 或一夫两妻的家庭结构 每个群体 由一只成年雄性 和一到两只成年雌性 及后代组成 我们所观察到的第四群 西黑观长笔原 有十个成员 是附近群落中 园丁最兴旺的家族 其他群体则只有五六只 中国西黑观长笔原 目前的数量 为一千一百只 只一千二百只 是极度并位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分布于云南中部的 五两山和爱老山等地 它们的休息和觅食 都在树冠吗 长笔原的话 就是它 就是西黑观长笔原 反正长笔原 好多都是树气 它们是严格的树气动物 但是它偶尔也会 拍摄着下地形 但是基本上都是树气 它们终生不会说 在地面上活动 偶尔会捞一些东西 之前我们有拍得过 它们吃水 长笔原的话 古人认为它是 以君子自比 以比喻 它就是品行比较高级的人 因为长笔原经常是 它不下地 树气 它是什么 吃花 吃果 然后渴了就喝露水 有这种说法 当时事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这种说法 它就是品行比较高级的人 就是比于君子原 由于西黑观长笔原 不吃掉在地上的果子 也从不接手人类头绪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称之为君子原 正是由于君子般高级的天性 让西黑观长笔原 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加难以靠近 而为了近距离研究长笔原 研究人员必须让它们对人类习惯化 习惯化观测 是指动物接手观察者 在一定距离内对它们进行观察 经过科研人员数年的跟踪监测 终于在2005年3月 成功习惯化一群长笔原 同时也是中国第一群 野外习惯化的长笔原 由此开创了 不经投尸习惯化长笔原的人工鲜河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 大寨子监测站 如今已经成功习惯化了 三群长笔原和一群会议猴 在中国 无量山和爱老山是西黑关长笔原 现有的两个最大种群的分布地 目前全世界育有1300只西黑关长笔原 其中1100只到1200只 主要分布在中国 可以说是中国长笔原家族 最为枝繁叶茂的种群 了解东黑关长笔原的生活特性 它妈妈不动的时候 它可以自己出来玩一下 但是像这种比较快的移动的时候 它还是得需要 妈妈抱着它才能走 聆听长笔原家族的恩人故事 这个群体发生了一次熟性取代 又发生了一次磁性取代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青山绿水间 便访万重山 原生提补注目 正在播出 这是我们设置组在广西邦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收录的东黑关长笔原的叫声 在人气罕至的空谷间 声音更显空灵 东黑关长笔原 曾被认为是西黑关长笔原的一个亚中 在很长的一短时间里 东黑关长笔原被认为已经灭绝 直到2003年 在越南北部靠近中国国境的一小片 卡斯特森林里 重新发现了东黑关长笔原 几年后 在同一片森林中 中国境内也发现了东黑关长笔原的家庭群 这个跨国界分布的种群 是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 最后一个东黑关长笔原种群 经过对这个种群长期追踪观察 人们发现 东黑关长笔原的声音 形态和遗传 都与西黑关长笔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应该是一个独立无中 我们在追踪东黑关长笔原时发现 它们的生活环境 与西黑关长笔原所处的 亚热带长绿阔叶林完全不同 虽然这片林区属于热大际羽林 树木四季长绿 但地质环境大不相同 卡斯特石山上虽然有树有草 但没有一条溪流或山泉 听不到潺潺的水流声 耳边只有树叶摩擦的声音 我们广西很大一部分这个山地 就是叫卡斯特地貌 由六亿多年前 古生代地质运动形成了 后面经过几次大的地质运动之后 逐渐抬起来 就形成我们现代的山源地貌 在卡斯特石山中 土壤是稀缺资源 大部分都聚集在洼底或谷地的底部 在山上的石沟石缝中 会寄留一些灵性的腐植土 加上卡斯特地表沿层渗透墙 蓄水能力差 地表水十分匮乏 所以大部分卡斯特地区 并不具备形成森林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 这种地贸的话 土质非常难形成 几百万年才能够形成一米厚的土壤 需要一百万年 对 所以我们要形成这一厘米的 都要三万年 缺水烧土 却覆盖着这么大一片森林 梁永延告诉我们 这片森林是比较典型的 北热带鲫鱼林 我们身边这一棵小树 它长到现在这么大 可能已经长了多久了 不要看上面很细 其实那底下根部 据我判断至少十几年以上 十几年 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 对对 这个我们叫榻树 在我们的土山地区也有的 土山地区的话 比这个生长得快得多了 可能就是一两年都已经比这个长得高大 在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中 树木把根扎在石沟石缝中 越往山顶 林木越矮小 很多树还没有到达生理寿命年龄就因缺水而死 梁永延说 正是因为草木不断死亡或消失 逐渐改变着喀斯特石山的地质特征 年幅一年积蓄的枯枝落叶层积蓄着水源 倒塌的树干和腐植质 缓慢填充着地表裂缝 根系和树叶减缓了大气降水的急剧下渗 更多森林滞流水出现在洼地 虽然这是一个缓慢又很不稳定的过程 但在年长日久的地质综合作用下 积累了土壤 慢慢地为植物提供养分 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森林 东黑关长臂园的警觉性很高 也许我们的到来已经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我们在保护区内连续蹲守三天 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第四天凌晨六点 天还是漆黑一片 我们打着手电 带着头灯离开营地 前往四号观察点 因为前一天晚上 调查人员在附近听到了鸣叫声 判断有一群长臂园 应该是在那里过夜 果然像他们预料的那样 刚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 就传来了鸣叫声 我们更加小心翼地行走 担心发出的声响过大 吓跑了长臂园 四号观察点 没有之前的听点那样开阔 三面都被斗桥的山坡包围着 一侧是悬崖 悬崖外的山谷就是长臂园活动的区域 摄像师在悬崖边架设机器时 我们瞪打双眼在山谷中寻找长臂园的身影 但还是一无所获 直到天光变亮 马昌勇发现了丛林中的长臂园 这只长臂园员被调查人员称作F3 他的速度特别快 转眼就看不见踪影 我们费了好大劲 才在树丛中再次找到他 F3与我们的距离大约有100米 记住长焦镜头才可以看清楚他的样子 马昌勇说 这个家庭群前一天晚上就是在这里过夜的 一般长臂园员会把过夜树选择在半山腰以上 或者山脊坡度比较陡的地方 长臂园员的警惕性很高 他们会重复利用家鱼范围内的过夜树 但不会连续两天使用同一棵树 也不会全都睡在同一棵树上 还有一只小黑出来 黑色的 对 是他的孩子吗 还是他的家长 孩子 大概在四五岁左右的 您这样看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四五岁的 对 我们可以通过体型大小判断他大致的年龄 这个家庭我们观察了很久了 这是您说的几号家庭了 这个是第一群 第一群 这个家庭群是从2007年开始持续观察的群体 目前有七个家庭成员 马昌勇说 十多年来 这个家庭的经历充满了爱恨聚散 是他们观察的四个群体中最动荡的家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幼圆是F3所生 马昌勇还无法判断他的性别 要等到八九岁性成熟时才能确定 那时候如果毛色变黄 他就是一位女孩 要离开这个家庭 出去寻找伴侣 走进自己的小家 刚才黑的过去的那个枯树的 往那个枯树上 就是它冻的那个枯树 对 另外一个黄的出来了 而且还抱着一个小的 这个家庭群另外一只雌星 对 哦 他怀里那个黑色的就是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宝宝 对 我看那个小宝宝一直是抱在妈妈身上 就面对面抱着那样 对 因为他还不能够自己走 然后呢 他现在可能差不多10到11个月大 然后他虽然很多时候 在他妈妈不动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出来玩一下 但是像这种比较快的移动的时候 他还是得需要看老妈抱着他才能走 哎呀 他妈妈一下就抱着他就荡下去了 就好像自由落体一样就跳下去了 马长永告诉我们 这个家庭群的两只成年词源 F2和F3 其实是母女关系 现在抱着孩子 荡来荡去的F2是母亲 而之前带着黑色右园玩耍的F3 其实是他的女儿 两只词源的关系和身份 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与这个家庭的巨变有关 这个群体发生了一次雄性取代 又发生了一次雌性取代 那07年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结构是怎么样的 当时是一个成年雄的 然后两个成年雌的 还有一只大概五到六岁左右的青年缘 还有一只可能三到四岁的幼缘 五个 那跟我们其实刚刚观测到的家庭结构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对 我们在08年的2月份 刚才说的那只三到四岁的幼缘的那只 它有可能死了 我们推断 因为它还很小 它不可能说能够牵出去自己生活 幼缘的消失是这个家庭经历的第一场变故 但他们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悲伤 当时家庭中的女主人F1和F2 很快就分别生产 其中F2生的就是画面中左侧的F3 2011年是这个家族最兴旺的时候 有八个成员 这是家里唯一的成年雄员 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子女众多 家与范围广阔 食物充足 正是因为这样优越的环境 引来了其他读人的注意 12年的6月份的时候 这个家庭里头的那个成年雄性 就被外面来的一只雄性 给把它的位置取代了 就在取代的过程当中 那个11年底生的那两只小人 它就消失了 这只成年雄员 就是这个家庭的新主人 虽然相隔百米 但看得出他警惕性很高 眼睛始终盯着镜头方向 马长勇推测 消失的两只小长臂猿 很有可能被他杀害了 灵长雷动物 普遍存在杀鹰行为 当家庭群中 出现新的成年雄员 为了确保群内位置 他会给予与雌员交配 但哺乳器的雌性 会拒绝交配 成年雄员就会强行争夺 并杀死哺乳器的英员 使雌员发情 虽然目前没有经测到 东黑关长臂猿的杀鹰行为 但马长勇在保护区 观察到两次雄性取代 每次都有英员消失 雄性取代发生一年后 这个家庭又逢变故 当时的F3已经成年 但她没有像其他 哥哥姐姐一样 离开家庭寻找伴侣 而是和她的母亲FR 一起将家里的 另一位女主人F1赶走 顺利取代了F1的位置 初走的F1预料到 自己未来颠沛流离的生活 她带走了当时大一些的孩子 把最小的儿子留在这里 现在群体里头的两只雌性 有时候会对她不太好 也会欺负她 很多时候其他个体头 先在那吃吃吃 但是那只她就不敢上去 有时候她上去的话 她就会有其他个体来吓她 不想让她跟着他们一起吃 她只能等到其他个体吃完走了 她再上去吃一下 虽然F2和F3是母女关系 但因争夺资源而交外的情况 在她们之间同样存在 不过这对母女在成功取代F1后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稳定 所以每发生一次动荡 她们家庭成员都会发生一次减缘 通常长臂员的寿命大约是二三十岁 长大成年就要花去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她们只有十几年来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家庭 在此期间 雄员还要不断面临各种挑战 由此可见 雄员是一个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家之主 她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守护自己的家园 第一家庭群的长臂员饱餐一顿后 在男主人的带领下 方过对面的山峰消失在丛林中 通过几天的观察 调查人员发现 刚成立的新群有四个家庭成员 除了一夫二七百 一只小长臂员已经降生了 这对东黑关长臂员的种群来说意义非凡 发现这个新群 那说明这整个种群数量 它是在增长的 虽然比较缓慢 但是它会有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群体的数量不变 那它的个体都会有一个上限的 所以如果你十年前是这么多个群体 十年后还是这么多个群体 那么它的个体就不能够一直的往上涨 只有这种新家庭的这种建立的话 那对这个种群的数量的恢复呢 这个就意义就比较重大 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 截至2018年11月 邦亮保护区内共有五群31只东黑关长臂员 经过几天的蹲守 我们拍到了一些珍贵的画面 长臂员在山谷中自由跳跃的样子 让人不忍心去打扰他们 在长臂员的世界里 有爱有恨 也有残忍的厮杀和温柔的呵护 他们在森林中似时有序 自在生活 海南霸王岭自然跑步区内 寻找林长木最冰霉物中 海南长臂员 你看他在看着我 我们俩对视了有好几秒钟 种植食物树搭建绳索 聆听保护者与长臂员之间的故事 他的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资源压力 远方的家系列建物 行走青山溜雪间 辩访万重山 原生提补助 正在播出 海南岛 中国南端的美丽岛屿 这里一直都是地球上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位于海南岛西部的 霸王岭自然保护区 地处五指山与脉西北侧 是海南热带天然林 五大集中分布区之一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作为国有森林工业企业 这里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建设生产木材 直到1980年 隶属于广东省的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1988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的设立不仅是为了恢复森林 更因为人们发现 一种珍稀的野生动物就要消失在这片森林里 海南长壁园最早被认为是西黑关长壁园的亚中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才被中国科学家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认为应该确定为独立种 这种曾经遍布海南各大山林的原类 在过去一百年间数量骤减 海南霸王岭是他目前在全世界唯一的活动区域 我们的向导陈庆老师 是霸王岭林野局的一位经验丰富的长壁园监测员 这叫什么果子 这叫扁淡藤 扁淡藤啊 它的藤它的进步像扁淡要扁的 这是长壁园最喜欢的野果 可以尝下 长壁园最喜欢的野果 像葡萄样 它是一种也是葡萄科的 像葡萄 可是我们常吃的葡萄不是绿的就是紫的 对啊 它不是红的 同一个棵的 同一个棵的植物 那个陈老师已经吃下去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外面是黄的 把它扒开 种子都突出来了 还真是啊 它这个皮扒了里面像这个葡萄 它这个果肉的纹理就出来了 对 这个扒开就和葡萄很像了 跟葡萄一样 葡萄科的 这是长壁园最喜欢吃的果实 这个我现在扒完手上全都流出来了 还不是果酱是吧 嗯 尝一下 酸 有点酸是吧 你看 没有想象中的梦萄 美味 这时候我吞下去了 觉得很好 这些酸酸的 咬起来这个果肉就是葡萄的口感 海南长壁园 以肉打野果和花苞为食 偶尔也会使用一些昆虫 最喜爱的食物是野荔枝 毛荔枝等浆果 当浆果吸取的时候 也会使用荷果和冷叶 那长壁园既然喜欢吃它 如果一旦过了现在 那到夏天还有得吃吗 夏天 夏天就要到明年5月份才开始有果 所以长壁园是在1月份到5月份去检测 这种植物很匮乏的 没有果子的 它们就靠吃嫩芽 吃树叶的嫩芽 维持下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 可能是这里最后一批的水果了 再过了1月份 长壁园就要靠吃树叶为生了 陈静老师介绍 其实无论在雨季还是旱季 食物短缺都是目前 至于海南长壁园种群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长壁园的食物几乎都是在原生林中 才能接触的果实 所以它们在四生林和人工林中 很难高质量的生存 为此保护区也在不断努力 给它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2003年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的面积 从6626公顷 扩大到了29000多公顷 并设立20多个长壁园监测店 种植了2000多亩长壁园喜欢的植物 同时大量的护林园开始了监测 和保护长壁园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 它们也拍摄到很多珍贵的长壁园画面 해서观看 这些画面是由霸王岭林野局提供的 都是由护林员和监测员自己拍摄 其中这一段尤为珍贵 这是2018年在苗村附近拍摄的画面 当时一场台风刮倒了不少树木 破坏了长臂园的密室路线 护林员们扯起了声索 帮助长臂园继续前行 两根细细的绳索已经足够成为长臂园结实的桥梁 望向尽头的目光里似乎也充满着信任 这些画面以及与陈庆老师的相处 让我们感受到本地人对于长臂园的深厚感情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之前是伐木工人 当地农民甚至是猎户 但当得知海南长臂园的处境后 都坚定地成为了保护者 这种观念的转变 将成为长臂园未来种群发展的基础 经过两天的等待 试制组再次上山观测长臂园 这一次我们请到来自贵州师范大学的周江教授 他曾在霸王岭自然保护区长期观测长臂园 是国内研究海南长臂园的专家之一 清晨六点多 试制组到达山顶 整个山顶依然笼罩在雾起之中 不过周江教授很有信心 根据当天的温度 他判断雾起到中午应该会散去 这个位置就还不错了是吧 对 这个零窗嘛 这里叫一个窗 对 对 零窗 像是推开了一样 在野外做长臂园 或者观察长臂园的时候 都要选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因为你要首先 你要和它下面的那个树冠层 你要等高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现在是平市远处的这个树冠 对 可以看到长臂园在这里 它的移动 还有包括它一些行为 比如说踩石 那 看见没有 它跳过去了 有一只 我看到了 对 那它声音就挺大的 对 它在树上来回跳 对 所以就选这个位置最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准确移动不现 又一次过去了 已经过去两只了 经过一上午的跟踪和等待 正如周教授所料 启温升高后 雾气散尽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 非常合适的观测点 哇 它趴在这上面干嘛呢 进锅 吃锅子 这个应该是对面的树上的吧 对 就在那呢 对对对 看到了吗 就在那 我们现在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位置 这是一个比较陡的坡面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 常别人在我面前 树上树冠上的活动 也可以看到 透过树影 看到对面 那边还是有常别人在活动 其实选择一个能看到 并且拍摄到它的角度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 寄予林当中 这个非常的茂密 所以透过树影 远看就是一个黑色的影子 但是刚才我们的画面 已经拍得非常清楚了 它就在一个 像是藤类的一个枝条上 趴着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长壁员也不时 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来 显然是意识到了我们的存在 不过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而是继续在树间悠闲地休息 实际上林长类 它都有一个特点 都是非常好奇 就是当外面有外来者 或者是外来的东西过来 长壁员 它第一个反应 它是不会去逃跑 它不会逃跑 它首先观察 它首先观察 它会发出 刚才就是讲的高高高的 这种叫声 它提醒 然后所有的成员都会 比较安静地停在树上 然后都会朝着这个方向来看 当你发现它 你继续往前走 你不停止下来 它才会发出那种 叫做警戒性的这种叫声 通过镜头我们能看到 海南长壁员 雄性通体黑色 头部有明显的黑衣观 雌性长壁员则呈金黄色 头顶有黑色毛发 引伸至背部 与我们之前拍摄的 东黑关长壁员相比 雌原的面部和胸部 更加偏金色 在阳光的照耀下 非常醒目 周江教授介绍 雌性长壁员的背毛 在年老后 会再次变成黑色 现在这种鲜艳的颜色 说明雌原正处于 生育的黄金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只 金色毛发的雌原 正是它们风华正茂的时候 它们小时候和它们衰老之后 都不是这个样子 是吧 它最漂亮的就是金色的 这二十年 有生育能力的这二十年 那就目前 它们这个种群的生育能力 大概是怎样一种状态 是有几只具备繁殖生育 现在的话 完整的评估下来的话 就应该是只有四只或者是五只 就现在有四个家庭群 四个家庭群当中 A群只有一只能够生育 B群的话 也可能只有一只能够生育 然后加上C群这两只 两只 四只 然后再加上D群那一只 就是五只 五只 对 总共就是 这五只肯定是还可以生育 周江教授介绍 目前在海南长壁员的 四个家庭群中 生育后代的众人 都落在这五只次元上 而根据他们的观察 从2003年以后 长壁员所生的幼崽 几乎都是雄性 这种性别的失衡 对于未来种群的延续 十分不利 一个家庭群 或者每一个个体 它都面临着 资源的压力 食物质量的不高 其一地面积的有限 也就是说 它面临着的最大压力 就是资源压力 那么每一个家庭群 为了保证自己的 在缓解这个压力 或者保证自己能够吃得好 或者是吃得饱 那么它必须要选 在生殖上 在繁殖上 它有个选择 它把多生熊的 或者多生公的 那么这个公园 或者雄性 它是被赶出这个家庭群的 那么会缓解这个家庭群 这个对于有限资源的 这个压力 周江教授介绍 环境与长碧原生育 选择的微量关系 在非洲的林长母动物研究中 也曾有体现 二十多年的风山雨林 已经是霸王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曾被过度砍发的森林 有所恢复 但在长碧原活动的 低海拔地区 还是有栖息地斑块化 食物种类单一 或不足等问题 对于海南长碧原个体 栖息地范围依然太小 尽快恢复 低海拔地区的环境 打破被分割的 斑块化区域 对于扭转性别失衡 有着关键的作用 在整个邦林保护区来说 有部分地区的 低海拔栖息地 实际上已经恢复起来了 比如像 东五林场和东六林场 它的低海拔栖息地 里边能够 长碧原所吃的 食物的物种也不少 所以说到它偏雄 现在的这个偏雄的趋势的话 如果 措施 尽快地采取措施 尽快地恢复的话 我想应该是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海南长碧原在山间 荡月的身影 给人以轻松优雅的美感 但实际上 它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存的压力 周江教授介绍 因为海南长碧原一度仅剩下七只 所以整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不高 现在四个种群二十七只长碧原 都是当年七只长碧原中两只雌原的后代 遗传多样性的单一 会造成抗病能力 生育能力的下降 所以尽管数量在增长 但海南长碧原 仍被列为全世界及宾威灵长目的第一位 我们今天看到 它就是活蹦乱跳的 成群结队的 觉得还挺好的 我们该怎么理解 它就宾威了呢 它也在恢复 实际上就是按照保护生物学的定义 最小的可维持的种群 哺乳动物它的最小种群规模 是五十只 这五十只 不是说我有五十只海南长碧原 就可以了 它这个五十只定义是 那些正处于生育年龄的 比如说雌性的二十五只 雄性的二十五只 也就是说这个最小种群规模的定义是 五十只健康的 然后性比搭配是合理的 那么按照现在海南长碧原 它仍然没有达到最小种群的规模 对 这个最小种群 就这个健康种群的规模 而且按这个速度还是有点慢 对 所以它还是叫做极度病危 叫做极微物 一座森林乃至一个物种的恢复 并非只是简单的数字 其背后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近三十多年来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和很多学者 一直在付出努力 使海南长碧原种群数量稳步增加 却依然不能完全排除海南长碧原野外灭绝的可能 不过就像曾在中国一度极边位的珠环和海南坡路一样 在大家持续而积极的努力下 通过各种科学的手段 我们一定会找到适合的解决之道 让海南长碧原重新成为这里的主人